三星Galaxy S1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提前曝光了 这次是HTML5浏览机测试 该机型号为SMG416U 运行安卓10系统 型号之所以比较诡异 是因为就是三星为掩人耳目 在测试Galaxy S系列手机时 所用的常见占位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手机屏幕分辨率是384x845 外言之屏幕总统比为20p9 三星S10和None10都是19p9显示屏 而A80 A70则是20p9显示屏 在三星明确拒绝刘海水滴的前提下 意味着S11的上下边框会更加窄 正面视觉冲击力更加震撼 多方消息称明年很难有屏下摄像头产品上市 所以S11大概率还是打孔屏 据此先爆料 三星Galaxy S11将依然采用一块曲面屏 不过屏幕四周的边框将会进一步收窄 几乎看不到边框的存在 而前摄则依然延续打孔屏的设计 开孔的孔镜相较于前代也有大幅缩小 此外三星将会在Galaxy S11机型上采用后置四摄方案 并配备一亿像素相机和五倍光学变焦镜头 同时三星还将为其打造一个类似红外光谱的承感器 可以测量心率和压力比 以及测量水果中的弹含量等多种用途 好了本期的每日日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关注资讯就在这张界 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收容中测频道 免费升星图片 请大家最多关注我们